姚特 要不是他一甩手走了几十年 张姐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这上海滩成千上万的人家 这哪一家是一个女人 苦苦撑得到现在呀 那天锦辰拿了张照片来 她明明知道 她爸除了我还有其他的女人 这对她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这事过去几十年了 你也就别再想它了 大老爷的事啊 你也别太在意了 一个人的好坏啊 不在于他人 完全靠自己 就像袁姑娘 原来你以为她出身帮会 肯定是缺少教养的人 可是现在看来呢 袁姑娘却是一个坦坦荡荡 正直善良的人 她的一片正面 你也感觉到了 所以啊 老夫人 您在失去一些的同时 又得到了一些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什么 没钱 这怎么可能呢 张老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是开银行的 还是印钞票的 你随便管我要多少钱 我都得给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的那批货被人调包了 我赔钱不说 现在别人和我做生意 都觉得没保证 以前谈的生意啊 全都泡汤了 我只靠行医赚钱来养活自己 你说 你说我哪还有钱呢 真的 我说孙上先生 你再想想办法嘛 我 我确实需要钱呢 要不 你回家去 跟老太太讲讲 跟她要点钱 那不行 我出来住 我妈肯定不高兴了 再说 我跟莉莉住在一起 我妈绝对不允许的呀 那 那我可就没办法了 要不这样 你的那张房契呢 我原本想拿来抵押 跟别人做生意 反正现在生意也做不成了 干脆 你就把它卖了 就用这卖房子的钱 来打点这一切 怎么样 什么 卖房子 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行啊 这房子是我们张家几单人 传下来的基业 要是回来 你怎么做人 那我不管 我只知道要钱 这几个月 你看看 你的开销 全都是我给的 你现在的住房 你吃喝嫖赌 包括你养的女人 你一共花了我多少钱 你自己想想 说完了 说完了 这钱是你自己愿意给我的 你一共花了我多少钱 孙少先生 你不是说 只要我同意让你借盗 你就什么条件都满足我 怎么到这会儿 你都忘了 你还好意思说借盗啊 我的那批货 是不是在你的码头上被调包的 你不说我还忘了 我要告诉你 这批货的损失 你必须得赔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 是不是在你张家的码头上 是不是在你张家的仓库里啊 这调包啊 我还真犯不上再找别人了 你是跑不了的 因为我那批货只有你知道 我死不认账 你还没有证据 你就是打官司你也打不赢 是啊 我要是对别人那么说 那我肯定吃哑巴亏了 可是对你 我早就留了一手啊 哈 真要打官司 你必输无疑 而且我还让你照样赔 我让你在这上海滩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哼 张老爷 你还是听我的话 趁早把这房子卖了 你要是卖了 眼下还能得到这笔钱 要是拖下去 以后你的身世这么一外传 你是什么也得不到 就连你们家的张少爷 他也别想再当张氏公司的总经理了 你还想让你儿子继承你们张家的祖爷 你别做梦了你 张老爷 这个我好不就说 你咱俩看了 这还在这个乔地方 这个同乡啊 你来啦 这该死的炉子 烟很大呀 二生回来没有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这倒霉的炉子 败家婆娘 回家非收拾她不可 等等啊 您好 你这个东西 要扔掉的 给我吧 拿去啊 谢谢啊 那好吧 这样好一些 还是小青年聪明 我以前啊 也有个小烟囱 坏了 我又不舍得买 这个办法挺好的 这个月的房租给你 好 谢谢你啊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谢谢你了 别看阿森 是个小别塞 他的朋友 倒是都蛮有派头的 你虽然有钱 但是你也没有忘记这个朋友 那你去找他吧 好 谢谢你啊 没事 我那块老怀表丢了 就是你见过的那块 就是表颗里有林子的那块 对 就是那块 那天张家禁贼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把表给丢了 结果二老爷捡到了 后来二老爷说 那块表原来是他的 他的 对了 韩长 那天张家二老爷来找过我 还问起你的事 现在你有说 他是那块表的主人 而这块表 又和你的身世有关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了 韩长 我害怕张家二老爷再来找我 房东搞不清楚 我已经交代房东了 他要是再来找我的时候啊 就说我不在 我也争犯愁呢 那不成我和张二爷有关系 这也不可能 应该不会吧 不管会不会 我在这公司做不长了 为什么 对了 李大魁死了 什么 李大魁死了 那天就是他 带人到张家去偷东西 后来被抓到警察局 就死在那儿了 我想现在 应该没人认识你和我了 还有 我跟下面的人说了 从明天起 你就去仓库当保管 这总比你康大包钱啊 就算张少爷真的回来了 他也不会说什么 Naturally 他也不愿意 和他一副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他会发现 他他不愿意 他不能为他 他能把他们智教 他不在 上班去了吗 什么上班啊下班 我不知道 反正他不在 没事 那我在这儿等吧 那你就等吧 那我买菜去了啊 好 快快快 房公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快点快点 还把小心烫着 快快 放下 你看看 阿生 阿生 我刚才好像听你在叫汉昌 汉昌也在这儿吗 我 我 二老爷 子清 你怎么叫我二老爷 我叫李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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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阿生 你先回去吧 明天别忘了去仓库上班 哦 二老爷 现在有些话 一两句说不清楚 我们找个地方谈吧 他 好吗 走吧 不信 这房子不能卖 这是我张家的祖业 敬臣都是我不好 惹你着急上火了 是呀 这房子怎么能卖呢 莉莉啊 这怎么能怪你呢 你 你 那你爹的病 你别管我爹了 都怪他命不好 生了我这么个没用的女儿 莉莉 这怎么能怪你呢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没本事 我没有借到钱 没想到我张锦辰 如今借钱都遭人白眼 又是我没本事 不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看还是我走吧 不 不 莉莉你别走 莉莉在这儿帮不上你的忙 心里已经非常难过了 与其在这儿增加你的负担 不如让莉莉回到舞厅去跳舞 好赚点钱为父亲看病 莉莉 莉莉 我不能让你走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么一个红颜之气 我怎么舍得让你走呢 莉莉也舍不得你啊 莉莉见过那么多客人 唯独你一时莉莉难以忘怀 莉莉虽然配不上你 可是这段日子 莉莉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现在我手上还有些钱 你先拿去还债吧 不 不行 不行 这绝对不行 这绝对不行的 我把房子卖了 我明天就把房子给卖了 词 当然 老婆 也太常许哦 если 您音乐 阿姨 你 她现在怎么样 她之前回过张家 您见过她的 什么 我见过她 那天在二太太灵堂 现在子清脸上 有一道疤 有一道疤 我怎么不记得 子清的脸上 为什么会有到疤 张少爷说 是日本鬼子害的 又是日本人 二老爷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可以走了吗 韩长 刚才我们说的 都是子清的事 你能不能说说 你的事 你小时候的事 我小时候 是在 西堂的小教堂里长大的 但说 不认识 没有 我 我 尤 尤 你 有块怀表 告诉我 那块怀表 有什么特征 表格里 有一个林姿 看着 你看 是不是这块 有一个林姿 有一个林姿 这么不好的样子啊 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 我没生病 是不是 你最近又要照顾二老爷 又要照顾我 太辛苦了 那我就跟何叔说一下 以后啊 你就主要照顾二老爷吧 反正咱们这屋里 也没什么事 我看这二老爷也真够可怜的 你想以前 二太太多体贴他呀 这二太太又能唱 又能说的 热热闹闹的 他这一走啊 咱们大家都觉得冷清 就更美 就更美 原妈 原妈 你怎么了 我说错话了是吗 小姐 我吓着你了吗 没事 原妈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跟我说说吧 小姐 我说不出口啊 哎呀 咱们都像亲母女一样 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说的呀 是不是你的孩子有下落了 不是孩子 那是孩子 我知道了 一定是孩子他爸有消息了 对不对 小姐 你别瞎说 我什么事都没有 我去厨房 给你做夜宵去 这二个房子 有个人 你认识他 谁啊 现在还不好说 不过我一定会把你妈找到的 走吧 同志们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李同志 好 同志们 我现在传达上级的一个重要指示 日本侵略者最近非常猖狂 疯狂地侵占我们的国土 残杀我们的同胞 现在上级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刺杀日本特务 村上 就让我去吧 不 我去 还是让我去吧 就让我去吧 都别争了 这次的任务 非我莫属 这个村上 在上海开诊所 假扮成医生 接着给我奶奶治病的机会 接近我们张家 其实 她想利用我们家的船和码头 替她运送军火 所以这次的任务 一定要由我去完成 绝对 她的任务 一定的 这次的任务 她的任务 我问她什么 她都不肯说 后来我就胡乱地猜了一通 没想到她哭得更厉害了 还跑出来 所以我不放心 就跟过来看看 你说了些什么 袁妈会这样 其实我也没说什么 我就问她 是不是孩子有下落了 还是孩子她爸找到了 没想到她就这样了 袁小姐 袁妈的孩子不见了吗 是啊 二十年前 她的孩子丢了 所以她就来我家当奶妈了 袁小姐 袁妈在来你们家当奶妈之前 是干什么的 她是撑船的 我小的时候 还听她唱过船歌呢 二老爷 你怎么了 我和妹妹 两个人和两个人 就要承转了 有slang 我们给你拖真的是 柯老爷 不乏你 是 你不乱 傅 那我们一早就一起 你这时间 一个人 那在这边 她个人 两个人 分手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你什么 你别哭了 你没见过 我 自己也只是 你应该说 我 你不是 我 我 你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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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害怕 我怕我这回 真的会失去你 其实 国难当头之时 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 这些我知道 可是 你家里 你打算怎么办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走吧 那我呢 我要你活下去 为了我们的事业 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我 好好活下去 答应我 答应我 我 我带你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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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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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还 你可以起来 你而言 那你还是要 你去找他的 基本上把他还要 把他的送给了 把他的送给了 这种福祉的 它就要要 要赖为 这些事情 也有可能 是 解决 不认真 对 啊 你的火气可真不小啊 来 喝杯茶 押押你的新火吗 赵佳 这房子该怎么卖 张先生 你啊总算是想明白了 张先生 这件事不要着急 这种事呢要一步一步地办 这卖房子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办成的 你看 你要首先委托一家拍卖公司 还得是大公司 然后呢 还要在报上当启示 这一步步的 好了 这地基在你手里 这事我办不了 你去办吧 好 这件事我一定帮你抓紧时间办 来 接下来 坐好啊 得好 我要你回答 你那小子 带上去 热闹 您好 这边如火 这差点 谁放在你 中国人不那么好对付 上次军火失窃 上面对你十分的不满 这次卖房一定要速战速决 因为卖房只是个前奏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控制码头 我们要一步一步地 让张家老太太低头 是 李嘉小姐 我们要和先妻到达上海的同仁 尽快开展工作 要想方设法 把上海各行各业的大老板企业家 都掌控在我们手里 为我军大举进攻上海 做好前妻的准备工作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传本立香不斥装作舞女 去接近张锦臣 李香小姐 为大日本帝国所做的一切 令存上无比钦佩 现在上海老百姓 反日的情绪非常地强烈 捐钱捐物支援前线 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必要的时候 一定要采取强硬的措施 我一定遵照李香小姐的指示去办 但是我的后期都再在找出 没那么多 还有一家人 什么回事 我这家人 他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这家人 找个人 找个人 帮你去搞个人 帮你去出一个 他困 bang 我们去做一个人 那就出去 他们去死 你算帮吗 董事 你去把人的人 你肯定见过他 他叫韩昌 原来啊 我们都以为他是紫青 其实 他就是我的儿子 韩昌 远吗 远 他的女朋友 没 没 别见了 我找你有事 咱们进屋说吧 我去拿扫帚 我去拿扫帚 二老爷 袁妈她怎么了 是我不小心 把暖水瓶打了 不就是个暖水瓶吗 不过我觉得袁妈呀 最近老是怪怪的 是 可能他有什么心事吧 没关系的 二叔 我马上出去 我再帮你买一个 你回去歇着吧 那行 那我回去歇着 好 小梅 上来把垃圾扫一下 哎 我打开 我还给你买一个 小梅 我也不投契 我以后 给你买一个 的 你买一个 你买一个 买一个 一人 你买一个 都把 老师 你买一个 我 你买一个 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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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